把毒蒜1分为2 把量跟水分的鸡斩成小块 鸡屁股和鸡头不要 在砍好的鸡块中 加入适量的盐 胡椒粉 料酒 蚝油 花生油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盐制20分钟 热锅下油 倒入毒蒜 把毒蒜慢慢变香 油热后 调成中小火 把蒜煸浆后 倒出来备用 锅中留油 把鸡块倒进去 把鸡块炒香 炒了有10分钟了 差不多了 现在来切开其他材料 把毒蒜倒进去 加入生抽 开水 把它搅拌一下 盖上锅盖 调中小火 煲10分钟 有10分钟 倒入黄酒 调大火 慢慢地搅拌来收汁 汁烧的差不多了 加上葱花 把它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好 发火 开吃了 这道香喷喷的 毒蒜砂锅鸡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だから 吃至于 粉顶 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